珠穆朗玛峰向来是极限登山爱好者的终极目标 不过接连上演的严重山难夺走了几十条性命 除了毁掉了南坡的登山大本营 也埋葬了珠峰辉煌的曾经 当地登顶活动停止了两个季度之后 上个星期再度启动 两名英国人和一名墨西哥人上星期四 上午8点24分成功登上29,035英尺的顶峰 成为首批攻顶成功者 攀登珠峰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活动 不过每年打算征服珠峰的登山客 依然络绎不绝 优秀的夏尔巴翔岛 5月11号沿着珠峰东南济攀登路线 完成绳索架设任务 赶在天气窗口打开前 让新季度的攀登珠峰活动正式启动